什么是肿瘤标之物?很多患者不知道,曾有病人查了癌配抗原身高,就很紧张地跟我说,我查了癌细胞了,把我眼吓一跳。 其实肿瘤标之物是指一类一堂类抗原为主的,与某些肿瘤相关的指标,其身高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得了癌症,更不是什么找到癌细胞了。 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,现在常用的肿瘤标之物有十几种,那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些有些神秘的指标呢? 让我们认识几个主要的肿瘤标之物,癌配抗原,假态蛋白,假态蛋白是目前诊断员发行肝细胞啊最敏感,刻意的血清标之物,其诊断痒性率为60%,70%,确诊需要联合影线去检查。 AFP升高也出现在肝瘤啊,卵巢啊,肺癌,蛋白啊,一线癌等肿瘤中,在非肿瘤性的疾病如极,慢性肝炎,肝硬化患者血清中AFP的浓度,也可以出现不同程度升高。 血清水平通常,300mgL,在病情好转时会逐渐下降。 此外,有些正常生理状态下AFP也会升高。 比如妇女在身后,血清AFP会出现升高,分娩后回复正常。 体检报告上,重瘤标之物高等于得了癌症。 糖类抗原12,糖类抗原19-9,检测患者血清CA199可作为一线癌,胆癌等恶性肿瘤的辅助诊断指标,对监测病情变化和复杂有很大意义。 肺癌,节脂肠癌,肝癌,乳腺癌,卵巢癌,肺癌等患者的血清CA199水平,也有不同程度的升高。 某些消化道炎症CA199,也有不同程度的升高,如急性瘀血炎,散脑炎,打致于急性胆管炎,肝炎,肝硬化等。 总的来说,目前常用的肿瘤标志物,在诊断恶性肿瘤时,其灵敏性与刻意性不够高,更适用于高位人群,如有肿瘤加毒史,长期吸烟,饮酒史,慢性肝病史等的沙茶。 但不是肿瘤标志物升高,一定是有癌症,也不是肿瘤标志物不高就一定没有癌症,医生通常将其用于肿瘤的辅助诊断。 诊断恶性肿瘤要结合临床综合判断,确诊往往还需要组织病理学检查,可不是某个肿瘤标志物良性就能说了论的我。 不要因为体检发现的肿瘤指标精度升高,而惊慌,某些良性疾病和生理状态也可能引起肿瘤标志物的精度升高。 医生会结合你的病史,临床表现,化验检查和或影像血检查等综合判断。 如果并没有找到明确的恶性肿瘤诊断证据,可以动态随便观察有没有持续升高。 千万不要恐慌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